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大讲堂 我是佳颖 每周三到周五 我们会在这儿为您带来最权威的民意访谈 您可以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健康大讲堂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国呀 现有1200万重度肥胖患者 那这些人不仅仅只是体型上有所改变 而且大多数还合并有多种疾病 比如说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关节疾病等等 多种因素下往往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随着越来越多的医院现在开展了减重手术 减重手术的病例便迅速上升了 伴随着这些患者体重下降的同时 患者的血糖 血压都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大大的降低了肥胖并发症的发生概率 那么减重手术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效果怎么样 减重手术安全吗 手术之后体重会反弹吗 今天我们邀请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肥胖症 与代谢病外科中心副主任李震 来就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李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主任到底什么是肥胖啊 这个肥胖的标准是什么 我看很多人都说我要减肥 我很胖 他真的就胖吗 这个肥胖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胖 但是这个胖还真的不是你自己说胖就胖的 它是有标准的 而且不光跟你的体重是有关系的 跟你身高也是有关系的 它有个比 有个比值 我们的公斤体重啊 公斤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 也就是一个70公斤的人 如果他身高是1米7的话 那么就是70除以1.7的平方 算出来一个比字叫做BMI 那么BMI呢 正常的范围呢 是在18到25 如果超过25啊 那就是超重 还不到肥胖 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 25到27.5之间是超重 那么超过27.5 那就算是肥胖了 那这是一个BMI指数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因为我们亚洲人的 有一个特点 体重指数呢 它没有欧美人那么高 体重没有那种 大体重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中国人有个特点 容易胖在肚子上面 就是腰围很大 就是啤酒肚大肚囊 这种类型的肥胖 叫做腐心肥胖 腐心肥胖呢 中国的标准是 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 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 都可以界定为腐心肥胖 那么哪怕是你的BMI指数 没有到达27.5 那如果腰围超标了 那也算是肥胖 叫做腐心肥胖 而且腐心肥胖是直接的 跟心脑血管 这个疾病相关的 这个疾病是相关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一胖肚子就很容易 罹患心脑血管疾病 中风 这一类的疾病 腰围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了 很重要的标准 因为您刚才说到了 这个就是体重身高 除出来的这个比值 那么有的人 他可能是健身爱好者 他本身就有点体重 那么你去比的话 你会发现他是比不低 对 你说的 你说的这个观点 你说的这一点 是非常非常对的 比如说像健身教练 或者经常健身的 就是肌肉比较发达的 这群人 这部分人而言 他这个BMI指数 其实也是非常高 但是他不属于肥胖 因为他都是瘦体重 我们讲 他不是脂肪 他是肌肉组织 那这个叫瘦体重 对于这部分人而言 其实那很显然 他BMI指数虽然高 但是他并不胖 对 他是健康的 他是健康的 那么那这就有第三个 评判标准 叫做体脂率 那么体脂率呢 对于男性而言 应该是理想的是 在20%以下 女性的话是在24%以下 这是比较理想的 如果超过这个值 那也算是体脂率超标 也算是肥胖 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方法 是需要专业的仪器来测定的 所以一般的话 我们还是采取这个 用身高 体重身高来计算BMI值 以及测量腰尾 来粗略贫胖 那么肥胖除了给我们的身体体型上 带来一些这个变化之外 可能会觉得穿衣服不太好看 那么对身体内在的健康 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其实肥胖呢 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多的 那么肥胖呢 首先会给身体带来的危害 第一个就是代谢方面的问题 一系列的代谢病 那么我们常说的三高 就是高血压 糖尿病和高血脂 这三个都是肥胖 经常相关的 与肥胖经常相关联的三个代谢性疾病 那么除此之外 还会引发一些 比如说这个心肺功能的不全 这个肥胖人心功能不全 包括呼吸 这个功能的这个稳乱 晚上睡觉打寒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针 那么晚上睡觉打寒 而且同时伴有这个 睡眠状态下的这个呼吸暂停 那么这呢 可以导致这个缺氧 一个慢性的缺氧 那么就会导致白天的失睡 精神的萎靡不振 缺氧呢 长期的慢性缺氧 也会导致高血压 和身体慢性的一个炎症反应 可以跟肥胖可以说是 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 难怪 是一个恶性循环 是的 难怪我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印象是看见很多的 就是胖一点的朋友或同事 特别容易犯困 对 就坐在哪 一靠就睡着了 可能就是补这晚上没睡好的觉吧 对 就是个身体的缺氧的状态 第三个就是肥胖 对于女性而言 对女性的这个内分泌系统 以及这个身子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身育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很多女性的肥胖的人群 很多人是 很多人是伴随着这个月经不调 月经紊乱 甚至必经的 多难难糟 因为肥胖伴随着高异导死血症 可以导致多难暖潮的发生 不排卵 也不来月经 不来利家 那就不孕不孕 不孕不孕 那么从我接着的女性肥胖者来看 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有这个问题的 就是多难暖潮 月经紊乱 月经不调 不孕不孕 那么肥胖对身体造成的危害 第四条呢 就是对我们的关节 以及我们的这个腰椎 全身的骨关节 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那么过重的体重 可以导致关节的磨损 关节的这个关节炎 滑膜炎 那么其实这部人群呢 是不适合去采用运动的方式来减肥的 那对于这一类人群来讲的话 真的是减重是迫在眉睫了 对 那么一提到减肥 可能很多人都想到的是 不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吗 为什么非要选择手术呢 其实呢 对于如果体重指数啊 是轻度超标的人 其实这个说法是可以尝试的 其实我们减肥呢 无非就是控制这个热量的摄入 同时打开一个能量消耗的一个出口 就是消耗 让你身体消耗大于你的摄入 那么对于体重不是特别肥胖的人而言 的确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肥 但是呢 这几个字 管住嘴迈开腿 怎么理解 很多朋友呢 存在一个误区 误读了 管住嘴不是不吃 有可能他就结实 他说我既然要减肥嘛 我就什么都不吃 那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我们讲的提倡的 管住嘴是指减少热量 就是减少食物的 总热量的摄入的前提下 优化食物的构成 以摄入优质的蛋白质 除纤维 为主 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同时兼顾微量元素 维生素的补充 那么这才是我们正确的 这个减肥的这个饮食管理 而不是单纯的不吃 不吃不喝 那么迈开腿呢 对于身体极重度肥胖的人而言 其实运动呢 是不太适合的 而且呢 对于肥胖的患者而言 过大的运动量容易诱发 这个心脏的问题 我曾经就见到过几个病人 年轻的肥胖患者 就是强迫自己去运动 结果导致了充血性的心理衰竭 所以呢 我们运动呢 还是要得当 而且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比如说游泳和骑单车 这种那他就可以有效地 对体重有一个支撑 不会对 对关节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句话的解读 其实我们是要 是要合理的 合理的去解读 是的 说到这儿呢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 就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呢 有一个患者 他是因为心衰 呼吸障碍等等疾病呢 是连夜被送往了武汉大学中的医院 入院的时候 他的体重是有近600斤 600斤啊 那么经过这个缩胃减重手术 三个月啊 甩肉180斤 那么让他受掉小半个自己的秘诀呢 不是什么魔法 也不是什么神药 而就是一台减重手术 而主持这台手术的正是我们的李正主任 那李主任像这样的减重手术啊 他究竟是怎么进行的 他的原理是什么呀 减重手术呢 其实就是通过微创的手术方法 来对我们的人体的胃肠道 进行一个改变 改变它的一个结构 那么最主要的手术方式有 这个缩胃术 我们学名叫做绣状胃切除 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胃绕道术 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胃旁路术 那么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 那么不论是拿做手术方式 主要就是针对胃和肠 来进行一个操作 主要是缩小胃的容积 再次减少这个食物在小肠的这个吸收 您刚才说的是微创手术来缩胃 对 这是怎么操作的 我们想缩胃得切除啊 得拿走啊 对 那怎么 其实整个手术呢 其实整个手术呢 都是通过几个小小的洞 通过这个辅相应的器械 进入到我们的腹腔 用镜头进入到腹腔 那么在这个镜头的指示下 来切除这个胃 那么整个手术呢 都是微创的 基本上都不留疤的 它避免了这个大开口带来的痛苦 对 但是切除的胃怎么移除的呢 因为切除了胃呢 我们这个人的胃呢 就像这个 像那个皮带子一样的 它是软的 就可以通过我们腔劲的 这个手术的切口 直接可以把它取出来 可以把它拽出来 那真好 那什么样子的患者 可以去接受这样的手术 有要求吗 减重手术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 那么按照中国的肥胖 和二型糖尿病 外科治疗指南 我们有最新的2019版 按照上面的指南的 这个规范呢 是当我们的体重指数 BMI超过了32.5 就可以推荐减重手术 那如果不到32.5 介于27.5到32.5之间 这么一个区间范围 如果合并有代谢病 比如说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脂肪肝 多难卵巢 那么也是可以考虑 做减重手术的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过于过大的腰围 我们讲的腐形肥胖 也是可以增加手术的推荐级别 也就是说 可能体重指数不达标 比如说只有27 但是胖都胖到肚子上面了 同时又有糖尿病 很严重的代谢纹乱 那么也是可以考虑 做减重手术的 如果用药物 用内科治疗没办法控制糖尿病 没办法控制高血脂 这一系列的代谢病 那么也是可以考虑 做减重手术的 这么听来的话 这个减重手术就是缩胃 就是减少对营养的摄入 这是它主要的目的 那除了主持人刚才说的 减重手术的原理 一个是通过缩胃减少摄食 第二个是通过缩短肠道 减少吸收之外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原理 就是减重手术 可以改变整个代谢网络 因为它调整了胃肠道激素 我们现代的医学认为 我们胃肠道可以分泌 很多很多的活性激素 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 可以扰烂我们的代谢网络 那么恰恰的减重手术 通过改变胃肠道的结构 可以让整个胃肠道的激素分泌 进入到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 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么就可以带来一个快速 减体重减脂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呢 就不是我们单纯的 就是少吃能带来的 对 所以减重手术有它的妙处 就在于这 所以我们减重手术 又称作为减重代谢手术 这病人做了这个减重手术之后 他不是又是控制了 他对营养的吸收吗 缩了胃了 还把这个肠子给矿住了 那他这种瘦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到哪是一个节点 其实呢 当你接受了减重手术之后 你的体重降到基本正常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身体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你的身体呢 也会启动这个自我保护机制 不会让你过度的消瘦 也就是说不会出现营养不良了 这点呢其实是可以放心的 那会反弹吗 反弹这个问题呢 是每个胖友 每个人都必须得面对的 我经常跟我的胖友说 我说你看啊 就像我这样 不胖的人 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 我想要不胖 我也得少吃多动 那么何况你曾经胖过的 我给你做了减重手术 我能帮助你很快的瘦下来 给你一次改过自信的机会 但是呢 在接下来的这个人生的道路 你要靠自己去维持它 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 那么如果你能做到这些 是可以保持不胖的 那听说我们现在在重来医院呢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景象 就是每天啊 这个肥胖症与代谢病的 外科中心的患者呢 都要跟随医生的指令 来进行康复运动 您会去带领他们 做这些运动吗 这个我会的 只要我有时间 我就会带领他们一起 当然 什么样的运动 起到什么作用 一般呢 因为我们这个病房里面 毕竟没有很多的 这个专业器械 我们都是采用一些 这个比较轻便的一些器材 比如说弹力奔带 和这个比较比较小的这种哑铃 多半是针对我们的上肢运动 来增加我们的心肺 提高我们的胖友的这个心肺功能 以及对这个手术的一个耐受 就是说他们要进手而使 但是由于他们比较肥胖 那么他们这种肥胖的病人 长期的这种肥胖状态 导致他们平时可能 也很少去做体育运动 心肺功能本身就受肥胖的影响 那么当他们去面临手术的时候 那么这个麻醉的风险 自然而然会比正常人量要高 那么我术前就要调动 他的心肺功能 就会带他做一些上肢的一些运动 用弹力带和哑铃 来促进他上肢的一个肌力 从而改善心肺功能 我也会让这些胖友们 去吹呼吸训练器 增加他的肺活量 就是为手术的成功 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对 看来这减重手术 不是一般肥胖人群都是一座的 更不是追求完美对自己身材要求高的爱美人士 随便就可以做的 但是对于肥胖症患者来说 手术可能是唯一能够选择的方式 因为肥胖症患者 他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可能还不是瘦身减肥 更重要的是帮他们在治病和救人 所以一台成功的减重手术 可能会带来一个全新的自己和全新的人生 好 今天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健康大讲堂 谢谢您 也感谢您的收看